在抗疫一线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日夜奋战 昼夜在岗 追溯关键人员活动轨迹排查密接者 为阻断疫情蔓延赢得宝贵时间 从他们手中上报的每一份流调报告 每一个数据都关乎着防疫大局 他们就是流调工作人员 今天让我们来认识青州市疫情流调溯源班的一位警察 在青州市疫情流调溯源专班办公室 电话声键盘声此起彼伏 一次次沟通交流 数据整理 每一粒精准到分秒的形成轨迹背后 都凝结着趋值和同事们 争分夺秒与疫情赛跑的汗水 还有守护一方百姓的全权之心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要立足于防 立足于早 立足于快 而以快制快的前提和关键 正是精准有力的流调 日夜奋战 昼夜在岗 趋值和同事们开启超常待机模式 就是为了及时准确地从源头扼住病毒的咽喉 上追源头点 下展传播链 疫情流调工作中 趋值和办公室的同事们多数时候是幕后英雄 及时将信息传达给现场流调的战友 更好的开展工作 但有时候他们也会转变角色 奔赴现场处置情况 紧张地留掉工作 让趋值近一个月没有回家 趁着一点间隙 趋值和孩子视频通话 隔着屏幕都是满满的思念 孩子说实话给我原来感情比较好 长时间不见确实是挺想念 就是看着孩子一哭打人心里也受不了 但是想想自己打分这份失明吧 肯定也是 短暂的这个目发相聚 也是为了以后能唱久的 唱久的在一块儿 这个比较稳定的生活